主席各位委員同仁大家早 是不是有請江部長 請部長 賴委員早 江部長你早齁 部長你身為這個全國治安的最高部會的首長 你認為現在的治安狀況怎麼樣 還有加強的空間 那表示什麼 表示是好還是不好 表示我們雖然有一定的努力但不夠完善 不夠完善 好比呢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最加強 像委員報告 我接任內政部長最大的感觸之一就是 每天看的簡報幾乎都有關於治安或警政方面的問題 因為這個量跟民生的這一個相關性之大 是我以前在研考會所沒有特別注意到 你有沒有什麼好的對策沒有 目前我們有請警政署 一方面在既有的一些措施上面做一個檢討 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能夠在今年底到明年初之間 提出一個比較有效的 讓民眾覺得我們治安好轉的一個方案 換句話說目前還沒有對策 現在 現在還沒有 那我請教 你看了這個計程車司機 撞死乘客 這個新聞你的感受怎麼樣 我想我跟一般的讀者一樣都感到很震驚 尤其他被大福報到之後 你認為老百姓會不會認為治安這樣子非常的惡劣 任何一個個別類似這樣的一種事件發生 都會讓我們對治安感覺到一陣心痛 我們會因為任何不管是今天明天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個案 而覺得說我們治安又變壞了 我想大家主觀的感受會這樣 這樣一個重大的這個治安事件 你什麼時候掌握到這個消息 我是今天早上到辦公室的路上掌握到的 那這個事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聽說是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 是 是昨天啊 是昨天零差 這個就是 問題的所在 你現在沒有對策 然後對重大治安的這個事件 對重大治安的事件 也有這麼重大的這個時間差 你當然治安 治安不會好啊 像委員報告 我們很多個案 如果委員還有印象的話 在差不多一個多禮拜前 曾經有一個美工刀之狼 那件事情一發生之後 我也是在接獲我們警政署同仁這個報告的時候 特別強調說這件事情不只是媒體注意 而且我們委員也關心 請務必盡速破案 如果沒記錯了 後來是在24小時裡面就偵破了 那當然我覺得 我們每一次用限時破案 限時破案方式對我們警員同仁來講 壓力真的很大 但是只要是社會矚目的案件 我們都會盡快去偵破 這個案件也不例外 壓力大這個是一定要的 因為這個是老百姓看到這樣的新聞 坦白講 他們會感受到自身的這個安全會受到威脅 我相信很多人都搭計程車啦 計程車是我們國家合法的大眾運輸工具 如果連計程車都可以成為殺人的工具 哇這個不得了啊 那我剛剛看到這個部長其實我相信 委員大概也不會放心 目前沒有對策 你對這麼樣的重大的治安事件 掌握又沒有辦法那麼的確實 有那麼大的這個時間差 我覺得這部分應該要改善啦 另外我本身是醫師啦 另外還有個事件 我看了也很震驚也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竟然有15個這個黑道的小弟啊 衝到醫院的急診室 要去打人耶 你看到這個新聞怎麼樣 坦白講我當醫師喔 我看了我都非常的震驚 部長你的感覺怎麼樣 是我記得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也看到過黑道經常會威脅到醫師的這種新聞 我的感受是覺得此風不可掌 而且我覺得對重病 而且對醫療的重病人來講 是很大的威脅 他去打病人 都一樣不管是醫生婚事病人 這個事件你什麼時候掌握到了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大的治安事件 你有沒有掌握到這個訊息 我並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都在當天掌握到 這個要向委員報告 所以你現在還不知道嗎 所以我剛剛質詢你你也搞錯了 他不是進去攻擊醫生 他是去攻擊病人 是 醫院的急診室是救人的地方啊 他應該是一個非常神聖的一個地方 不容暴力侵犯 結果你看15個喔 就這樣衝進去急診室 還要去攻擊人家 這個也是個非常重大的事件 老百姓看到這樣的消息啊 一定是觸目驚心啊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長 就計程車 撞人的這個事件 還有黑道的小弟 衝入急診室打人的這個事件 你應該要好好來想辦法來解決 你有沒有這個 這個魄力啊 報告委員 我有這個決心 我相信也有這個魄力 承受任何壓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不會像黑道妥協的 OK 我想 我希望你做得到 做得到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說 陳雲林來的時候啊 上次的這個內政部長 是料料理料部長 現在是換你來接嘛 那陳雲林 最近就要來台中了啦 那 國企有沒有辦法 就是說 你們會不會做到像上一次一樣 陳雲林來就好像上國的大臣一樣 啊 所到之處都不可以有民眾抗議 你們會做到 還還會做到這麼嚴厲嗎 向委員報告 呃 這是國旗的方面的處理 我們院長已經很明白的宣誓 我們絕對不會說 在原本掛國旗的地方 刻意去把它收起來 原來在台灣 我們哪個地方有國旗 很自然的 該展現的 該陳列的 就一樣是照樣掛 所以這段話表示過去是錯的嗎 過去的那個 是錯的 為安的情形 那時候我還在演考會 我並不清楚細節 我們也是從報紙上看到 每一次問你都不清楚 報告委員 我那個時候真的並沒有參與 任何 不管是違案 但是你從媒體上至少看到吧 從媒體上 就是說警察去搶人家的國旗 折斷人家的國旗 這個事情還會不會再發生啊 如果說是像 剛剛委員所講的那種情況 應該就不會再發生 不會再發生 對 震報警察 會不會像上次一樣 再開上 再開上街頭 然後用警棍敲打 這個老百姓的這個頭 頭部 或是他的身體 這個情況還會再發生嗎 根據我們上次從媒體上所看到的報導 客觀的報導 就是後來是整個群眾運動 有一點失控 因為在活動結束之後 很多群眾並沒有追隨這個領導者散去 所以後來就發生了很多的衝突 或者是拉扯的事件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類似像 陳雲寧來台這種事情 他本身背後很強的政治高度 我們最好是希望說 朝野的政黨 或者是社會的各界 都能夠心平氣和來看來 我們如何共同的 處理兩岸交流這個事情 所以你沒有承諾 你沒有承諾說 震報警察不會再開上街頭 也不會承諾 震報警察 警察不會毆打老百姓 只有在我想我們警政署有一定的經驗 但是 以我的立場來講 我可以向委員擔保的就是 我們絕對不會隨便動應到警力 或者是所謂的國家的武力 當天我在現場 我在精華飯店 其實現場的民眾不是像你說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連警察都毆打記者 民視的記者被毆打這個新聞 你有看到嗎 報告委員 我們後來有看到一些 就是電視上所播放出來 但是因為各種說法都 有人說那個是剪接的等等 剪接的 那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剪接的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的是 我們不會出現警察去毆打記者的情形 在這一次陳怡寧來的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上次也是錯的 報告委員 上次的細節 我當時不在委安小組裡面 沒有辦法去判斷 你認為這一次警察還是有可能會毆打人民 下方委員 下方委員報告 如果說我們的抗議的群眾 只要不訴諸暴力的話 警察就不需要 要動用力去對付 警察 老百姓就只有警察了 是 管治無方的時候 是 他連最基本的 陳警抗議的權力都都剝奪的時候 才會發生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想我們 你也應該去查一下 上一次的這個事件裡面 其實有很多個黑道 知識分子 隱藏在裡面 製造事端 刻意去誤導社會大眾 認為說 遊行抗議的民眾 有暴力的這個作為 這部分你應該要去避免 是 我們已經針對 第四次的江城會成立的專案小組 我想對於過去的一些處理經驗 我們都會做一些檢討 來讓將來不管是第四次 或未來的這種會談 能夠平安順利的進行 也讓我們的民眾 有他們合法的 不管是示威或表達意見的自由 我想你知道嗎 陳英玲 你們應該不會禁止他嗎 這個是要由陸委會 以及國安的成績來決定 這個不是 我這邊回答 但是熱比亞女士 你們都已經禁止他入境了 不是嗎 我想這兩個情形情況不一樣 不一樣怎麼會不一樣呢 向委員報告 就如同我們在總執行的 熱比亞女士 你是因為多比坤嗎 是 愛殺的 多里坤愛殺 這個問題 那陳英玲 就你們的認知裡面 他不是 也目前在 在這個管理這個新疆這個區域嗎 如果說你們認為多里坤先生的問題 是對的可以限制熱比亞 那為什麼陳英玲可以來 向委員報告 我們之所以限制多里坤愛殺 不能入境 是因為他在 我們上次講 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名單上 但是我想陳英玲不是 而且我們在 但是 今天你是限制的 熱比亞女士 不是限制這個 多里坤愛殺 是 你們要控制陳英玲也是一樣的 應該要一起試用 陳英 熱比亞女士你們不讓她進來 是因為認為說她是政治人物嗎 因為是多里坤愛殺的關係 那為什麼陳英玲 難道她就不是政治人物嗎 報告委員 每年進進出台灣的政治人物很多 所以 所以你們禁止 熱比亞女士 因為她是政治人物這樣的作法 本來就錯誤了 我跟你說 那句話有點顯化了 這個對台灣的國際形象 傷害非常的大 你恐怕是沒有了解到 你知道最近這個發布 這個無國界的這個記者組織 今天早上發布 你知道我們的這個新聞自由度 退後幾名嗎 退不幾名嗎 從36退步到59 總共退步到 退步了23名 你知道香港在我們前面還是後面 你知道嗎 沒有看到完整的名單 香港目前領先我們11名 香港是中國統治的地方 國際社會都認為說 香港的這個新聞自由 大幅退步 在中國統治之後 但是我們今年你們執政 馬英九執政之後 我們的新聞竟然退到香港的後面 你們快要統一了 你知道嗎 江部長 江委員報告 那個新聞自由 你們毆打記者 你們毆打記者 警察毆打記者 還有政府企圖干預新聞自由 這個都是 我們的新聞大幅 新聞自由大幅落後的這個原因 所以我剛剛講的 你鎮暴警察開上街頭 你不給老百姓 這個陳情抗議的空間 然後用警察的這個暴力相向 這個傷害台灣國際的形象非常的大 同時呢 禁止熱比亞女士入境 同樣也是這個狀況 國際社會 眼睛都在看著台灣 你不要自我感覺非常好 部長 向委員報告 今年這個 我們絕對不會再發生警察 所謂毆打記者等等這種 傳聞或者事件 以至於去影響到我們國家的自由度 我們會盡量去做 其實你不是那麼有魄力 有擔當的 你跟談到警察打記者 你還在國會的殿堂裡面 還扯出說是剪接的 這個不應該 說一個部長不應該這個樣子 這可以表示說 你在捍衛新聞自由方面 其實還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善空間 謝謝委員